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 2019年全年出入境人员6.7亿人次 同比上升3.8% 全年共签发出入境证件1.34亿 为2021万人次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 节省群众和企业费用约374亿元 汇集800余万港澳居民和海外华侨 优化实施144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后 96.3万人次外国人享受了政策便利